我一个人的妈妈 这里的扣子要再亮一点 云朵阿姨笑起来真好看 那当然了 我妈妈以前可是空中服务员 怎么还没画完呢 我都快坚持不住了 不过刚才小家伙们都画我漂亮了 好吧 我再坚持一会儿 画好了 总算画完了 我画的怎么样 我的呢 好不好看的 你们画的都很好 我很满意 这是我上午刚做的 最新口味的棒棒糖 就当给你们的奖励吧 谢谢云朵阿姨 云朵妈妈 我想多要一个 作为小主人可不能这样 一人一个就好了 云朵阿姨 云朵阿姨 您竟然会做棒棒糖 真好吃 您可真厉害 没什么 只不过是用麦芽糖再加点水果汁 我的云朵妈妈怎么对他们这么好呀 我说是用麦芽糖再加点水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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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苹果也能帮忙 小苹果也能帮上忙 等我长大就能自己晾衣服了 我说是用麦芽糖再加点水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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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和妈妈待在一起 没关系 妈妈给你揉揉 云朵妈妈 云朵阿姨 需要帮忙吗 谢谢 我正要一个湿毛巾 好嘞 湿毛巾马上就到 云朵阿姨 湿毛巾来了 谢谢 大头 头疼的话 山山风可能会好一点 扇子来了 谢谢小苹果 谢谢你们对棉花糖的关心 没什么了 棉花糖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 本来我要大多和妈妈相处的 又被他们讲话了 米花 如果你不听话 我就把肉骨头给毛树家的狗狗了 这就对了 运动妈妈 米花找不到了 棉花糖 大头哥哥和小苹果还在房间里呢 找米花最重要了 棉花糖 你最后看见米花是在什么地方呀 是大树那边 那咱们先去那边找找 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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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米花 米花找到了 我不想让它们分享我的妈妈 你 明朵阿姨 你们去哪了 明朵阿姨 刚才讲了一半的故事 还能接着讲吗 我最爱我的妈妈 我一个人的妈妈 你们谁都不许抢 抢妈妈 你放心 我们最爱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妈妈 不会抢你的妈妈的 棉花糖 原来你是为这件事纠结 谢谢棉花糖最爱妈妈 妈妈最爱的也永远都是棉花糖 那我就放心了 安全第一 开饭了 棉花糖和米花还没回来吗 棉花糖 这边 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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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 快报警吧 我手机落家里了 怎么只有棉花回来了 你们怎么才回来 害得我还让棉花出去找你们 到底是谁去找谁 不能自己出去玩 晚上更不能出去 为什么 难道是怕我天黑找不到家吗 天黑我也不会迷路了 而且还有米花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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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糖 妈妈快递 今天凉无事特价 你独自在家收快递这样不安全 下次就说大人不在家改天再送 为什么快递员叔叔又不是老虎 收快递这么简单的事我能做好 呃 我要是不收 忙碌的快递员叔叔还要再跑一趟 多辛苦啊 嗯 还在贪心棉花糖 是啊 没有安全意识 总玩到天黑才回来 谁敲门都开 连问都不问 怎么才能让他提高警惕呢 他还总说呀 没有坏人 要是真遇到坏人 就来不及了 有了 这样 然后这样 再这样 爸爸妈妈回来了 爸爸妈妈回来了 你们不是爸爸妈妈 我们是坏人 要把你抓走 你怕我找他们 我的爸爸妈妈马上回来了 等他们回来 我们已经把你抓走了 你们抓我干嘛 我又不值钱 谁说你不值钱 你可是无价之宝 你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钻在沙发里干嘛 学鸵鸟啊 快跟我们走 我不 你们是坏人 我不应该给你们开门的 谁让你不听你妈妈的话呢 倒是我不好 你怎么知道我没听妈妈的话 你回头看看我们是谁 蓝天爸爸 云朵妈妈 怎么会是你们呢 我们想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虽然好人很多 但也有坏人 你看 如果刚才进来的真是坏人 那你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开门了 棉花糖 你是谁 我是妈妈 我的钱包落在家里了 快开门 不行 现在的坏人都会模仿声音 你从猫眼里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万一你用妈妈的照片骗我怎么办 真的是妈妈 那你要怎样才能开门呢 我得问你几个问题 我家的小狗叫什么名字 米花 我爸爸叫什么名字 蓝天 那你叫什么名字 云朵 我最爱的幼儿园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月牙老师 月牙老师 我最爱吃什么菜 说五个就行 Bob应该是八个 八个 这也太多了吧 答不上来了 那我可不能开门 等等 烧鸡 红烧排骨 煮大虾 还有鱼 面花糖 再这样下去菜市场都要关门了